主料,南瓜750克,酵子粉650克,辅料,油,盐,香油,鸡蛋3没有,味精,销仁,香葱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到2小时,南瓜去皮,抛嚷,洗净,用叉子擦碎,撒点搅匀,挤出多余水分,只用了半个南瓜,香葱洗净切碎,销仁剁碎, 鸡蛋炒酥与南瓜,香葱,香仁,香油,味精,盐搅拌均匀,饺子馅就和好了,饺子粉,加适量的水和好,饧面20分钟,做成小面剂,盖皮,卸放在皮的中间,两边对折捏紧,饺子就包好了,锅中水开后放入饺子,盖盖煮至开锅,打一遍凉水再煮,煮开锅后,打开盖再煮, 依小灰即可,出锅装盘,烹饪技巧,没煮一锅饺子,都要打一遍凉水,盖盖煮了,开盖也要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